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在司法后指 议员宣誓时言行服事道具故意为事及丧失资格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卓尔 则进一步步点名指多名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有问题 并批评香港法律界日前的黑衣游行抗议司法 被认为是招这些北京官员针对的社民联立法会员梁国雄 星期日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104条进行司法 其实已经是立法 这种行为已经违法 陈卓尔等官员之后的言论更是唯恐香港不乱 之后陈卓尔又讲 张荣顺又讲 黄振文又讲 李飞又讲 这些全部都是僭建 就是说 他是这么说 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真是不好意思 其实陈卓尔根本已经离开了 港澳办很久了 他的女儿就现在在海洋公园做高职的 他在香港认识很多有钱人的 陈卓尔 老实说 查不查 如果你说查不查 他都不知道 如果说要查 好 梁国雄又指 目前的司法风波 变相为梁振英助选 梁振英会持续配合和炒作这场风波 直到明年的特首选举 同场的选拟常委 张茜盈认为 中共粗暴的司法 只会令香港人更加反感 大家叫梁振英做港独之父 大家都知道 中共这些对香港人 剥夺政治权力压迫的行为 其实是更加助长香港人抗争的意识 新北京的暴章承报 近日在头版 再次刊文 提名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指司法风波 是张德江幕后一首策划的闹剧 目的是配合江泽民集团 向习和心反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特别记者陈磐发自香港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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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